作为国产综艺产出大户 芒果并没有在素人团选综艺的鼎盛时期选择入局 反而另辟蹊径选择了成名艺人团选综艺 让艺人同台比拼唱跳成为了可能 如今两年多过去 素人团选综艺已经成为历史 但芒果竟然推出了三季浪姐和两季皮革 而且这两个系列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正在热播的皮革二虽然难以超越第一季的热度和口碑 但在国内同期综艺中仍是无敌的存在 包括但不仅限于阵容、舞美、选曲、服装、赛制、真人秀等 皮革二正片部分已经上线了武功的分组选曲 四大部落融合成了三大阵营 24位哥哥将未进入最后的成团业冲刺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武功正片还未播出 但淘汰结果已经曝光 王大陆和金翰将暂别舞台 他俩的离开也算是众望所归 武功分组环节虽然比较复杂 但其结果大都在观众意料之中 陈小春部落和张志玲部落融合 吴克群部落和张振月部落融合 苏友鹏部落成为独立阵营 相较于分组 武功的选曲其实更有意思 三大阵营除了加分秀的合作曲目 以及节目组准备的必选曲目外 还各自有一首自选曲目 从正片中已知 吴克群阵营的自选曲目是 夸复逐日 是吴克群发行于2022年的新格 苏友鹏阵营的自选曲目 是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 陈小春阵营的自选曲目虽然没有公布 但根据参与了现场录制的观众爆料 是陈奕迅的经典作品《浮夸》 结合目前已有的信息 笔者认为武功舞台的正片播出后 张志玲会因为浮夸口碑转好 而吴克群会因为夸复逐日 败好感以及被炒 去年P格2对张志玲的加成很大 优雅和人间理想 已经成为了她的代名词 但万万没想到 她会在P格2中口碑翻车 三宫比赛中 张志玲借吴与伦比的美丽这个舞台 和妻子袁咏仪现场补办的婚礼 最终拿下舞台和个人喜爱度排名双冠 尽管张志玲事先意识到 可能会被网友质疑营销 但她没有想到事态发展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不仅她本人遭到了重巢 妻子袁咏仪的影迷会也解散了 甚至有粉丝直言手中有张志玲的大瓜 张志玲借P格2办婚礼之所以被吐槽 无外乎三点原因 其一 被质疑对队友张云龙麦克和范士奇不公平 其二 被质疑对仁仙奇部落和苏友鹏部落不公平 其三 张志玲有了信任危机 因为P格2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办婚礼 尽管P格2弹幕中没有太多吐槽张志玲的言论 但其实包括某博 某伴 某红书等在内的主流社交平台中 他的口碑已经是大跌的程度 所以说张志玲非常需要挽回口碑 而武功的浮夸可能就有这个效果 陈云炫的浮夸非常经典 但也非常难唱 所以我们很少看到这首歌在云业综艺节目中被翻唱 没人能超越原唱 超越不了就会被骂 陈小春和张志玲敢选择浮夸 着实 勇气可嘉 但如果单纯是唱乐舞台的话 他俩的唱功明显驾驭不了这首歌 或者说超越不了原唱 所以他们采用了唱演的方式 而且放了大招 武功分组选取的正片中 陈小春说他和张志玲将做一件大部分哥哥不敢做的事 而这件事就是在舞台上当众替发 根据现场观众爆料 浮夸的舞台有镜子元素 陈小春和张志玲玩得很大 前者几乎剔成了光头 后者稍微好一点 可以预见的是 武功的浮夸播出后 陈小春和张志玲的敬业精神 以及对舞台的敬畏精神 将成为观众们热议的焦点 所以张志玲的口碑有望大幅回升 相较于张志玲 吴克群可能会因为武功的夸父逐日而口碑大跌 原因有三点 第一 吴克群阵营中有 任仙奇 郑军和张震月三位大哥 他们都比吴克群有更多的代表作 即便团队希望有一个solo舞台 也不该是吴克群上阵 第二 吴克群身为队长 solo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选择发行于2022年的新歌 夸父逐日不合适 观众对这首歌完全是陌生的 还不如大舌头加将军令的串烧 第三 武功将决定哥哥们能打下多少个成团席位 每个舞台超过800分 或者积累是800分的倍数 才能增加一个成团位 但居悉 在武功的七个舞台中 吴克群的夸父逐日 是唯一一个没有超过800分的舞台 但还好没有影响到16个成团位这个总数 吴克群在P格2中的队长之旅 其实是值得肯定的 排兵布阵 理解和利用赛制 处理队内矛盾都做得很好 但在武功solo这个问题上 确实处理不当 团队在商讨阵营自选曲目时 张震月起初的想法是 各自的金曲串烧 之后 郑军提议让队长吴克群说说 原话是 他想怎么玩 我们就怎么玩 而不是 他想怎么玩 他就怎么玩 随后 任贤其也安慰他放轻松 我们都信你 但信他的结果是 吴克群拿出了自己的新歌 夸父逐日 诚然队友们都同意吴克群solo 但队友们原本的想法是 希望吴克群提一个建议 大家一起参与进去 是要我们一起玩 但是吴克群却放了自己的歌 连郑军都看出来 他想自己唱 说你想唱这首歌 就唱这首歌 那其他队友们还能说什么呢 难道直说不同意吗 皮革二东的吴克群 口碑其实呈现了两极分化的态势 一方面 因为艺人不辛苦的言论 以及巡演票价最高360等 吴克群得到了众多网友的力挺 但另一方面 吴克群始终被质疑 镜头过多 是节目组力捧的皇族 一言一行都会被某些网友 拿着放大镜去分析 武功的solo舞台 夸父逐日播出后 吴克群的口碑必然是大跌的 因为现在就有不少网友有异议了 王心灵当初给吴克群打call时 以开玩笑的口吻 劝他不要太累 不要当队长 而后者 从一功到武功都是队长 得到了镜头 也遭到了质疑 如今看来 吴克群或许真的不应该当队长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